《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次的《天氣報告》 我是王德勤 首先一起看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 與熱帶氣旋相關 鯨魚相關的雲帶雨帶 已經進一步移入內陸 並且變成一個低壓區 另一方面 我們留意在廣東圓龍一帶 在香港的東邊地區 雲量相當少 主要是受到一個負熱帶 或壓值影響有關 而香港的西邊地區 也看到一些雲層覆蓋著 而比較有趣的情況 我們透過這個天氣照片 都可以看到 在西邊 好像在樓浦山 也看到是比較多雲的情況 而在東南邊鶴水 看到藍天白雲 天色是相當之好下 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另一方面 看看今早的氣溫分佈 整體上是介乎 在26度到27度左右 而日間最高氣溫都上升得比較少 普遍是介乎在29至30度之間 雨量分佈圖方面 本港大部份地區 都錄得超過10毫米的降雨量 本港的中部和東邊的地區 都更加錄得超過40毫米 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就是大致多雲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早 各部地區有眨雨 明天天氣炎熱 和日間部份時間有陽光 預計氣溫是約28至32度左右 風風吹出黃換藍至西南風 看看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 可以看看氣壓的預報 可見到我們預計 這個貝爾塔高壓 在未來幾天會逐漸向西伸展 天色會再好一點 和著雨會減少 但天氣方面仍然相當熱 去到天氣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隨後幾天 就是大致天晴和天氣酷熱 今節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再見